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动词 那动词呢,我们今天主要讲一些动词的基本知识 但事实上在高考大考的时候,其实他考我们的都是动词 或者是动词词组,或者短语动词的变形 所以一会配的题呢,老师都是高考大考的一些题 但是呢,基础知识呢,我们先讲解一下 因为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在读题的过程中 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都是非常有用的 让我们了解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动词 什么叫做动词,这老生常谈了哈 就是表示动作的词叫做动词 然后根据其在剧中的功能 我们动词可以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食欲动词,细动词,助动词跟形态动词 然后呢,在有些情况下,有些动词是间类词 什么意思叫,什么叫间类词,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we are having a meeting 在这种情况下呢,having是食欲动词 但是呢,he has gone to New York,这块的has呢,又是住动词 所以它有时候呢,可以充当住动词 有时候还可以通当食欲动词,所以这叫间类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they work hard every day 这块的work就是食欲动词 他们都每天辛苦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they look happy 这块的look呢,又是see动词,后面加形容词 they can go home now 最快的can呢,又是形态动词 好,那么动词根据旗号是否带有兵语呢 又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集物动词和不集物动词 我们有的说在G比G的时候就是VT跟VI缩写形式 是这样吧,好,我们看一下 同一动词,有时可用作集物动词 有时又可用作不集物动词 就像刚才有间类词,是吧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充当集物 也可以充当不集物 譬如说,they can dance and sing 这块的这个dance and sing都是不集物动词 但如果说,she can sing many English songs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many English songs做的是冰语 所以它又是什么动词呢?集物动词 然后接下来,you should improve your English 你应该改进提高你的英语 所以这块improve是什么动词啊?集物动词 那his English has greatly improved 后面没有加B语,所以是不集物动词 improve 那么接下来,根据是否受主语的人称或数的限制 又可以分为两类 分别是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 譬如说,she thinks very well 这个thing受主语是语的限制 所以呢,我们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但是,she wants to learn English well 这块的to learn不受主语 she的限制 没有词形变化 所以它是非限定动词 那么,在英语中呢 我们总共有三种非限定动词 分别是动词、不定式、动名词和分词 这个老师都会讲到的 不定式、动名词、分词 我们会分类讲解的 那么,根据动词的组成形式 我们又可以分为三类 所以你看,动词它的分类是很广泛的 不同的情况分成不同的类别 那么,这三类分别是单字词、动词短语和短语动词 我们看一下 The English language contains many phrasal verbs and verbal phrases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表示,英语包含有许多动词短语和短语动词 那什么叫动词短语? 什么叫短语动词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 look up new words in dictionaries 这里面呢,look up是短语动词 短语动词其实就是phrasal verb 短语动词 那什么是动词短语呢? The young ought to take care of the old 在这一块,take care of就是动词短语 看到了吗? 短语动词其实言来之语就是它加速词 就是短语动词 然后呢,加名词啊 加其他的一些词类 放在这儿就是动词短语 好,接下来 动词呢,有五种形态 分别是原形 单三 过去式 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 这个咱们也是分别讲解的 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那么,We go to school every day 每天都是上学 这是属于动词时态 一般,现在时 He goes to school every day 这就是单三了 He went to school yesterday 过去时,简单复习一下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这属于doing 属于分词 现在分词 I'm interested in the book 过去分词 这五类留意一下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系动词 那么系动词呢 其实就是link verb 它本身呢,有词语 但它不能单独用作卫语 后面必须加表语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为补语 但一般情况下老师都会说表语 那么构成细表结构 说明主语的状况 性质 特征 等情况 有些系动词呢 它又充当实语动词 那么这些动词表达实语的时候呢 它是有词语的 可单独做卫语动词的 看起来好像挺复杂的 是吧 其实也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 he fell ill yesterday 那么file呢 是细动词 后面跟表语 说明主语的情况 他昨天生病了 fall ill ill是形容词 做表语 那么如果我们见到这个 he fell off the ladder 那这块的file 是实语动词 单独做卫语的 那么本句的意思就是 他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好 接下来 细动词又可以分为六大类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大类 状态细动词 用来表示主语的状态 这一类很简单 只有一个动词 那就是b动词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he is a teacher 他是一个老师 那么is与补足语一起说明主语的身份 接下来还有持续系动词 用来表示主语继续或保持一种状况或态度 那么这种持续系动词主要有 he remind stay stay lie stand 等 比如说 he always kept silent at meetings 那在这一块 keep 是持续系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做表语 他总是开会的时候保持沉默 this letter remains a mystery 那么remain是持续系动词 后面加名词 在这块做表语 它是比较特殊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形容词 比如说he remains single all his life 他终生单身 没结婚 那么这件事情呢 一直是一个奥秘 秘密 谁也不知道 nobody knows about it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表象系动词 表象系动词用来表示 看起来像这个概念 主要有seem appear look 等 比如说he looks tired 表示你从代表看起来 就是很累 很疲倦 满脸卷容 那么look表象系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做表语 he seems very sad 他看起来很悲伤 从那个代表 那个面容上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叫表象系动词 那么接下来感官系动词 感官系动词 其实又感官动词了 主要那种感觉器官了 比如说feel 摸起来感到 smile 闻起来 sound 听起来 taste 尝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this kind of cloth feels very soft 这种布摸起来很软和 感觉起来 所以这块就有系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 然后 oh this flower smells very sweet 这种花闻起来很甜很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大类 变化系动词 那么这些系动词呢 表示主语变成什么样 变化系动词主要有 become grow turn fall get go come want 那这里面老师重点要讲一下 turn这个词 turn呢 后面加的通常是表示 颜色的形容词 the leaves turn yellow in autumn 还有一个就是go go go这个系动词呢 它通常后面加不好的形容词 比如说 go bad go worse go sober 变酸 都是不好的 然后fall呢 当系动词讲的时候 它通常用于固定搭配中 比如说 生病 fall ill 比如说 入睡 fall asleep 那么grow呢 它各种强调一个变化 变得越来越怎么样了 头发变灰白了 his hair grows gray 所以这些咱们朋友就要留意一下 接着我们看一下例句 he became mad after that 那这个become呢 它是很普通的一个词 它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用到 那在这块事实上 如果出现哪个词 我们选哪个词 比它更佳呢 因为现在单选中 我们都选择最佳答案 对了 刚才老师说过 go 强调不好 mad 发疯 现在之后 它就很疯狂 很发疯 很发狂 不好 所以是go mad 所以是go mad更加 shake a rule rich within a short time 强调变化 在很短的时间内 它一下子变得富有了 接下来 终止系动词 表示主语以终止动作 主要由 true turn out 它表示 证实什么什么 变成什么什么 最终结果怎么怎么样了 比如说 the rumor proved false 谣言证明是错的 是假的 不对的 接下来 the search proved difficult 这个研究证明是很难的 接下来 his line turned out a success 表示他的计划 最终结果证明是 成功的 turn out or success 或者是这块 我们还可以说 turn out to be successful 好 这是细动词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助动词 那么助动词呢 主要是协助 主要动词 构成 未语动词 词主的词 这就叫助动词 看挺拗口的 是不是 但咱们同学 我觉得你们都比较熟了 因为初中 我们就一再学过 所以助动词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么 被协助的动词呢 称作 主要动词 那么助动词 本身是没有词意的 它不可以单独使用的 比如说 he doesn't lack english 那这块 哪个词是助动词啊 对了 大语 它没有意义 没有本身的 自己的意思 所以呢 跟like一块 doesn't like 构成 未语动词 所以在这块 他不喜欢随语音乐 I hope you like english ok 接下来 doesn't 助动词 无词意 那也是主要动词 李老师再次强调一下了 有词意哈 那么助动词 它是协助主要动词 完成以下功用 它可以用来干嘛呢 表示实态 比如说 he is singing 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助动词了 he has got married 他结婚了 has也是助动词 那么表示语态 表示语态的时候 he was sent to England 他被派往英国去了 用was加send 强调被动 那么它可以构成疑问句 比如说 do you love college life? 你喜欢大学生活吗? 这块的do 就是助动词 接下来 did you study English before you came here? 又是 did 助动词 问你 你来之前 学过英语吗? 接下来 它可以用 与否定 副词not 合用 否定句中 比如说 I don't like him 我不喜欢他 I don't 接下来 这个助动词 放在剧中 可以加强语气 比如说 do come to the party tomorrow evening 这句话 翻译成中文 一定要来呀 他确实知道那件事 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那么最常用的助动词呢 有以下这些 必动词 也算是助动词的 是吧 然后have do shall will should would 老师 你后面那四个 是不是也可以充当 情态动词啊 没问题 他们确实还可以充当 情态动词 那么 助动词 be的用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 be加现在分词 构成进行时态 比如说 they are having a meeting be动词 加现在分词 are having englis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s becoming be动词 加现在分词 英语 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在全球都在分语 接下来 be动词 加过去分词 构成被动语态 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Tom was broken be动词 过去分词 构成被动语态 这个窗户 是由Tom 给达碎的 English is taught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taught 被动语态 英语 全世界范围内 都在被教 那是强调 学生们正在学习 接下来 be动词 加动词 不定是 表示最近的计划 未来的计划 或安排 he is to go to New York next week 表示最近 他计划好 下周 要去 New York City they are to teach the students some living skills 我们要教学生们 一些 生存技巧 be to do 要是有计划 有安排 要去做什么事 be to do 还可以表示命令 you are to explain this 给我解释解释吧 怎么回事啊 he is to come to the office this afternoon 表示 他必须 今天下午 要来办公室 命名他 那么 他还可以表示 征求意见 how am I to answer him 我怎么去 回复他呀 怎么给他做出回答呀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不太清楚 征求意见 who is to go there 谁要回去那呢 派谁去呢 同时 他还可以表示 相约 相商定的事情 譬如说 we are to meet at the school gate at seven tomorrow 我们两个约定好 明天 七点钟 在学校门口 见面 be to meet 表示 已经商定好 约定好 要做的事情 好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注动词 have的用法 have呢 首先 他可以加过去分词 构成完成实态 构成实态 充当位 用词 放在这 have done he had left for London 他前往伦敦了 by the end of last month they had finished half of their work 到上个月为止 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作的一半 那么have加并加现在分词 构成完成进行词 这都也是实态了 我们再次讲解一下 I ha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10 years 从过去 延续到现在 还要延续到将来 我学英语有十年了 我还要再接着学 同时他还可以用于have been加过去分词 构成完成实的被动语态 譬如说 English has been taught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从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 这有n多年了 是吧 那中国现在在 恨不得从小学 我儿子 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了 所以英语被教 有n多年了 有许多年了 接下来 注冲词度的用法 首先它可以构成一般疑问句 Do you want to pass the NMEP? 你想通过高考吗? The answer should be yes Must be yes, right? 一定是yes 你想通过高考吗? Yes Did you study German? 你过去学过德语吗? Maybe not The answer is no, right? 接下来 Do加not构成否定句 I do not want to be criticized 我不想被人批判 He doesn't like to study 他不喜欢学习 In the past Many students didn't know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过去许多学生 不知道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所以你爸爸妈妈可能现在就后悔了 当时没好好学英语 是吧 现在评论称各方面 都需要用到英语 接下来构成否定起始句 Don't go there 不要去哪儿 Don't be so absent Manded 不要这么心不在焉的 那么构成否定起始句的时候 注意了 他只能用度原形 而不能用他的过去式 或者是单三形式 那么接下来 他放在动词原形前 加强该动词的语气 譬如说 Do come to my birthday party 一定要来啊 I did go there 我确实去哪儿了 但我没见到你 I do miss you 我真的是想你 那么接下来 他还可以用于倒装句 譬如说 Never did I hear a word of such a thing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样的一件事 看到了吗 否定复词放在句手 提出主动词 第一的 Only when we began our college life Do w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看到今天老师 很多次提到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是吧 只有当我们开始 我们的大学生活之后 我们才意识到 英语学习有多重要 那么在这块 看到了吗 Only加壮语 这是壮语同句了 放在句手 倒装 提出主动词 Do 那么在这块 需要注意的 引导此类 倒装句的副词 通常都是否定意思的 比如说 Never Seldon Rarly Little 或者是 Only加壮语 或者是 So加形容词 副词 放在句手 我们都是用 主动词 提出主动词 提出必动词 提出情态动词 引出道状的 好 接下来 它可以用作带动词 比如说 Do you like Beijing 你的代语就是 Yes I do 这个do 就是代动词 代替了 Like Beijing Now he said He would go there And he did 这个did 也是代动词 代表的就是 Go there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主动词 Shell跟Will的用法 Shell和Will 作为主动词 可以与动词原型 一起构成 一般将来诗 譬如说 I shall study harder or at English 我以后要 更加努力的 学习英语 英语学习太重要了 He will go to Shanghai 他要去上海 那么在这块 咱们同学留意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Shell用于第一人称 那么Will 只用于二三人称 但是现在呢 这个shell 确实是只能用于第一人称 但是Will 用于一二三人称 都是非常常见的 I will help you I will go there 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shell 如果用于二三人称了 那他就是 形态动词了 我们看一下这两句话 He shall come 强调 他应该来 我命名他 他要来 然后 He will come呢 在这块强调 他会来的 实态 将来 好 接下来 这种词 should 跟would的用法 should呢 它是无词语的 只是shell的 过去形式 与动词原型构成过去将来时 便他只用于第一人称 shell的过去是marshall用于第一人称 所以should也用于第一人称 I telephoned him yesterday to ask to ask what I should do next week 但是我昨天给他打电话去问 我下周要做什么 过去将来 would呢 他也无词语 他也是will的过去形式 那么 与动词原型构成过去将来时 用于第二第三人称 譬如说 I will go he said 也直接音语 那么间接音语的时候 就是he said he would come 好了 我们讲解完毕了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习题 老师刚才在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说了 那么动词 在大考高考中考点 其实就考我们 动词短语 短语动词的编辑 或者是动词 三个动词的编辑 所以我们列的都是它 我们看一下 第一道题 I can the house be in an tidy but I hate it if it's not clean 表示杂乱无章的 还凑合 但是太脏了 不行 就乱还可以忍 但是 不干净是不能忍的 哪个是忍受啊 忍受 对了 put up with 而ancient 像come up with 表示想出 I have come up with several plans 我想出几个句话 tune to呢 我们最常见 最常考的是 转向某人求助 you can turn to me for help stick to 经常考到的是 坚持某一计划 某一安排 stick to my client 坚持我的计划 那么下面一句话 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降低日常用品的价格 因为现在价格太高了 所以有的时候政府要调控一下 目的是 使市场处于稳固稳定的状态 哪个是降低呀 是降低 对了 而B bring down 那么A选项 take down 他表示写下 记下 take down some notes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说 take some notes 是吧 那么 hand down 传递下来 从一代传递到另外一代 han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那么tear down 表示拆毁 毁掉 tear down the old house 把那老房子给拆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所以这个动词转语 转语动词没别的 就是记住它的意思 死记应备 建一个 记住一个 they are broadening the bridge to the flow of traffic 他们拓宽这个桥 那目的是什么呀 加速交通的流动呗 快一点在桥上通过 是吧 所以哪个是加速呢 对了 speed up出来了 那么Asian 想put off 是什么意思呀 对了 推迟 拖延 是我们经常考到的意思 而c选项 turn on呢 对了 turn on tv 打开电视机 而四例选项 work out 可能见到的 考的比较多吧 它可以当什么讲啊 锻炼身体没问题吧 work out at the gym 那work out 还可以表示制定出一个计划吧 work out apply 然后还可以表示 最终结果怎么样了吧 everything works out while 也都没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you can't predict everything often things don't as you expect 表示你不能预测任何事情 很多情况下 事情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 最终结果 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 老师刚刚说了 刚刚那道题的时候老师说了 对了 好我们这个瞬间记忆 work out 那么A选项run out 我们说跑出去吗 那是本意 但是run out 在大考高考中 长考我们的意思是 短缺 缺少缺乏 所以我们可以说 money is running out 钱马上就花完了 不够用了 那么2B选项 break out 强调战争火灾等爆发 我们可以说 the fire broke out the wall broke out 而4B选项 put out 强调扑灭 吸灭 灭火 常见 put out the fire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you look upset what's the matter I have my proposal again 你看起来很悲伤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提议 proposal 又一次怎么着了 被拒掉了 被拒绝了 那这里面的turn 哪一个词组是表示 被拒绝了 对了 4D turn down 那A选项 turn over 什么意思呀 常见常考的是 移交 he turned over his company to his son 他把他的公司 移交给他的儿子 2B turn on 刚刚说过 那么C选项 turn off 是turn on的反译词 所以turn off是 对了 关闭 关掉 turn off TV 接下来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drive all the way home instead of at a hotel for the night 他决定 他会一直开车 好像很远的路 all the way嘛 总是一直开车 开回家 而不是 在一家hotel 宾馆 住宿 哪个是住宿呢 住在那 这四个put 转移 对了 4D选项 put up 那么N选项 put down 也是表示 放下 写下 记下 跟下有关 是吧 down 所以有的时候啊 咱们同学 如果没见过这个词的意思 然后你就想想 这个本诗后面 那个副词的意思 大体上也猜了个 八九不离十 那么put up 刚才说过了 推迟 拖延 put up 穿衣服没问题吧 put on your clothes 穿上你的衣服 然后put down 还可以当什么呀 上演上映吧 put up a performance 演出 put up 除了这个提供住宿之外 我们同学可能常见的是什么呀 举起 张贴 put up a notice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道题 you look well the air and seafood in三亚 must you I suppose 这道题 事实上考我们的 就是咱们同学 不太留意的 因为我们这个 agree with agree to agree on agree above 就算了啊 这是配在一块 考的 那么这三个 我们是常见的 常见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你看到都是 I agree with you I agree with what you said 吧 很少会看到 something 下第三个 那么其实 本题考察的 就是 agree with 不被咱们同学 所熟知的 那个意思 表示 适应 符合 something agree with somebody 强调 强调某人 适应 某物 所以在这块 讲是三亚的 空气和食物 我很适应 所以我看起来 很好 状态很佳 我们常见的是 agree with somebody 赞同某人的 意见 agree true呢 赞同某一计划 某一安排 agree on呢 强调达成共识 所以agree on 它一定是 复述 做主语 they agree on building a bridge 一定不能是 I agree on 你说内心的我 这个和外在的我 我也是两个 两个 那不行 必须是 they agree on Tom and Lucy agree on they agree on 好了 所以这道题 我们选的是 A agree with 特殊用法 一定要留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道题 The experiment ha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any life on that planet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re is no life on other planets 看一下 这个实验 怎么着了呢 排除了在那个星球上 任何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 这也不意味着说 在其他的星球上 就没有 有生命的物体了 是这样吧 哪个是排除呢 对了 rule out 咱们同学也是不熟的 这也是高考的一件事情 那么A选项 find out 表示 经过努力查明事实真相 秘密等 2B选项 point out 指出 4B选项 carry out 执行 carry out the plan carry out the order 那么这道题 look的端语 选哪个 这比较简单吧 对了 选A 查词点 相伤看 当然是他的本意了 我们最常见 最常考的是查字典 look at 看没问题 look for 寻找 look into 也是不止一次考到过的 调查研究 look into the matter 调查研究那件事 这道题 选哪个呢 A选项 turn down 刚才咱们考过 拒绝 2B选项 deal with 对付处理 C选项 take after 长得像 4D选项 comma class 偶遇 对了 偶遇了一个老朋友 4D 接下来 takes off takes off at 7pm 还有一个 take out 取出去 取出来 没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这些动词的变析 其实动词的变析 其实就是意思了 还是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订票 对了 book 这里面都是挺熟的 arrange 安排 这道题 need 整洁 怎么懂是那么整洁呀 你有三个孩子 你怎么设法做到这一点的呀 成功的做到这一点 设法做到这一点 对了 A选项 manage How did you like Nick's performance last night? To be honest his singing didn't to me much 这里面靠我们 什么什么to Appear to呢 对了 新眼 2B belong to呢 属于 C选项 refer to 止 谁是谁 查阅字典 refer to refer to the dictionary 也没问题 occur to an idea occur to me 我脑中突然出现一个想法 那在这一块 实话跟你说了吧 他们歌声不是那么吸引我 对了 你选A 接下来 比较长 自己看一下什么意思呀 人穿的衣服 吃的食物 交的朋友 都是怎么着啊 能代表出一个人的一个性格吧 这个房子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买的是反映出啊 所以选项 refer to 表示像 然后呢 RB选项 scrampen 加强 四例选项 shape 塑造 所以这块就表示反映出 嗯 他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 比如里面的装修 装饰 装潢 接下来 好 我们固定搭配 看重 这个固定搭配是什么 attach importance to 父母都很看重教育 那pay attention to 是吧 link 是联系 apply 是申请 都熟 不说了 这句话 吸引到 哪去 哪个是吸引啊 对了 attract A 一选项attend的是参加出席 二币选项attend是获得 四币选项attach是复上 那么这道题 看看 it with their eyes 跟eyes相对应的 那就只能是哪个啦 对了 look 所以很简单 我们根本不用看题 直接选吧 这个新的电影 有望成为 最赚钱的一部电影 哪个是有望成为啊 promise 这个词非常特殊 允诺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当有望成为 或有可能 it promises to be fine 就比较天气 有可能是个好天气 那my brother is a promising young man 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 是一个有前途 有希望的年轻人 都是用promise 好啦 同学们 动词我们今天就讲解完毕了 That's all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